大家是不是也带来了 目前你们服用 阿斯匹林的这个药物 我们先拿出来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李老师 您服用的是什么剂型的阿斯匹林 服用多少量 这是叫长绒片 长绒片就是剂型 100毫克 100毫克一粒 每天吃一次 来 道老师 说说您服用的 阿斯匹林的剂型剂量 我这个也是 阿斯匹林长绒片 剂量是25毫克 一粒 一粒 那您每天吃多少呢 每天吃两片吧 来 孙先生 给我们展示一下 您的这个和李老师 都是一样的 阿斯匹林长绒片 100毫克 我每天早日起来 吃一片 一天吃一粒 好 您的呢 我这是阿斯匹林长绒片 25毫克 每天吃一粒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 这个数字了 那谁有服错 阿斯匹林的高危风险呢 我们马上来攻试一下 陈先生 长绒片 没问题 但是25毫克一粒 提出了红色的提示 那杜老师的呢 一级预防 还是这二级预防 它的平均的维持剂量 是75到150毫克之间 那么在这个剂量区间内 它有效防止血栓 同时出血的风险又不太大 因为你剂量大了就出血了 容易出血 剂量大了效果还不增加 但是剂量小了也不行 剂量小了以后呢 效果差 那么它不能有效地 保护心脑血管 同时呢 就是说当然你出血的风险 也是低的 但是你效果很差 所以说它们两个 无论是一天吃25毫克的一粒 还是吃25毫克的两粒 这个剂量都不足以 有效地保护心脑血管 不足以有效地 降低心脑血管世界 但这个如果要是 每天吃50毫克和25毫克 会有引发未出血的风险吗 也有 也有 但是低的 剂量越低 当然风险也越小 但是血栓的风险增加了 不过好在就是刚刚 我们在做这个第一轮测试的时候 陈先生 其实是没有必要来服用阿斯匹林的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他现在服用这个25毫克 也是没有必要的是吗 对 没必要吃 因为您就不需要 对于段老师来说 他现在服用的这个剂量 是50毫克每天 那就等同于是没有达到 预防的效果了 就是至少没有达到最佳效果 因为您有五个危险因素 您需要吃阿斯匹林 进行一具预防 但您用的剂量没有达到75毫克 也就是没有达到它的最佳剂量 那您现在就是服用这个类型的 然后每天吃两粒 是谁告诉您的呢 还是说您自己决定的呢 自己决定的 一开始也该剂量吃 那后来有人说 吃多了 有风险 我一块降点吧 降了下来了 看一眼还得长上去 对 没错 否则的话咱起不到任何的预防的作用 还照样会发生心梗 脑梗 那最多不能超过多少 有一个上限吗 是这样 如果是急性血管事件 比如说发生急性心梗了 那么首剂 第一次吃的剂量 是150到325之间 那么在这以后的维持剂量 就是75到150毫克每天一次 所以这是都每一个阶段 或者是面对每一种不同的危险 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吗 是这样 这些都是临床试验证实的一些结果 对啊 您就想 连吃维生素片都会给您规定 每天最好吃多少克 不能超过多少克 最小剂量你得吃到多少 更何况是预防心梗和脑梗 发生的这么重要的药啊 这事可不能自己随意地决定啊 得听专业医生的 而且呢 刚刚我们看到 就是大家选择的都是长绒片 然后显示的都是 没有用错药的风险的 是不是长绒片是挺受医生欢迎 也很受患者欢迎的 长绒片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胃内酸性环境下 它不溶解 这样的话不会对微黏膜 有直接的这种刺激 那这样的话 它在肠内碱性环境下溶解 然后吸收 然后起作用 这样避免了对胃的直接刺激 减少了消耗到损伤出血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是能够更好的 保护我们的肠道 尽量减少出血的一个剂型 是的 是这样 这个长绒片 我们是应该饭前来吃 还是饭后来吃呢 这是一道选择题啊 大家可以根据你们 每天实际的情况来说一说 李老师 您觉得呢 我是饭后吃 我记不得拿药的时候 大夫跟没跟我说过 饭前饭后了 回来就忘了 都是吃 我吃所有的药都是饭后吃 饭后吃的 您呢 段老师 我以前是睡觉以前吃 今天我选择了吃时间呢 饭前吃最好 为什么当时选择的是 在睡觉之前吃呢 也没什么胃金美 就是快睡觉吃了药吧 睡觉了 您的生活好随意啊 这吃多少也是自己决定的 什么时候吃呢 也是看自己的心情 那您呢 孙先生 我是早晨起来 我就吃一片 那个空腹 那就是在饭前来吃的 饭前吃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坚持的吗 对对对 您呢 陈先生 我是早晨起来饭后吃 大家好像似乎都是 按照自己的一个意愿 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方式 来服用这个这么重要的药物 那明白的 对 那咱们来看一看 到底应该饭前服用阿斯匹林 还是饭后服用呢 正确答案是 饭前服用 所以也就意味着 李老师和陈先生 你们俩服用的时间 又出现问题了 又吃错阿斯匹林了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饭前 来服用长茸型的阿斯匹林呢 大家知道 你如果饭后吃的话 长茸片如果饭后吃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吃完饭了以后 本来它酸性环境中不溶解 你吃完饭了以后呢 胃酸就被饭给中和了 那这就偏碱了 偏碱它在胃里边就溶了 溶了以后 这不就直接对胃就有刺激了吗 另外还有一点呢 你如果吃了饭了以后 这胃排空会慢呀 这阿斯匹林就很长时间 才进到肠内 就是它在胃内暴露的时间也长了 这溶解就会更多 这样会对胃影响就会更大 另外呢 你食物进到肠里边以后 肠又偏酸了 那在这个环境里边 溶解得也不好 所以说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它的效果 所以最好的时间是饭前来服用 饭前吃 饭前吃 它就能够迅速地进入到肠子当中 胃内不溶解还能很快进入肠内 在一个碱性环境下很快被溶解被吸收 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还能减少副作用 而且它在胃当中停留的时间也短 也不会刺激胃黏膜 就会减少出血的发生 是的 所以您看 咱这个服用阿斯匹林的问题上 真是出现了诸多的错误 但是像段先生提到的 他是在睡前 这个时间段来服用阿斯匹林 可以吗 可以 大家无论是早晨还是睡前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是空腹 包括你中午饭前 也没有关系 或者你在饭后 比如说都过了几个小时了 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阿斯匹林这个药 是它是一个长效药 它抑制薛药板的环氧化酶 它这一抑制的话 直到薛药板破坏 薛药板在雪中 生存的时间八到十天 整个的这个期间 它就没有活性了 它是一个长效药 所以说你早晨吃 中午吃 还是晚上吃 关系不太大 但是一定要在饭前吃 我想提这个问题 如果在服药期间 胃口胃病犯了 后不舒适 能不能停些日子 其实这个问题 可能还挺普遍的 吃完阿斯匹林了以后 有些病人会出现消耗不良 胃痛 那可能这时候检查 有的人可能出现 胃黏膜的问题了 甚至出血 甚至溃疡 那这些情况可能都存在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听阿斯匹林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可以 大家知道 你需要吃阿斯匹林 你停了以后风险会增加 那这时候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叫家用 益酸药 益酸药就是我们叫 质泽崩抑制剂 我们也叫PPI 你比如说像 类似于像奥美拉座 潘土拉座这一类药物 还包括蓝索拉座等等 它这类药物能够保护黏膜 即便出现了阿斯匹林 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 那么这类药物用了以后 会止血 会让它修复 那刚刚咱们是带着大家 来做了几个测试 那现在我们要给出 一个总的结论了 通过今天的测试 有错幅阿斯匹林的风险 需要亮灯警示的 李老师和陈先生 亮起了警示的红灯 那我们辛苦的徐主任 来跟我们总结一下 为什么今天最后是给 李老师和陈先生 亮起了警示的红灯 他们两位共同的问题 就是危险因素不够多 危险程度不够高 不需要吃阿斯匹林 因为它第一不需要 你不需要的话 这样的话反而增加一些风险 包括消化道出血 你没有说刚才我们片头提到的 这种风险会增加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 还要再请徐主任 来跟我们总结一下 在服用阿斯匹林的这个问题上 格外的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阿斯匹林大家知道 是一种抗血栓药 那么它对于高危的病人 能够预防发生脑梗 心梗 还有血管性死亡 那么在二级预防中 也就是已经患病的 和即将要出现事件 或者已经发生过事件的 这些病人 那么阿斯匹林是要终身服用 那么对于一级预防来讲 也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患病 没有发生过事件 但是我们临床上评估 危险因素多 没说多于四个 那么他们是一个高危 或者极高危的病人 意味着这种病人 将来发生事件的风险是高的 那么他们也能够 从一级预防 能够从使用阿斯匹林中 得到祸益 这种祸益就是减少心肌 更死 脑更死的风险 那么阿斯匹林的服用呢 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剂型的问题 剂量的问题 还有服用的时间 那么一般来讲 阿斯匹林的有效的维持剂量 那么是75到150毫克 每天一次 超过这个剂量呢 实际上效果是不增加的 那么增加的是出血的风险 那么第一 其实网浩克呢 效果不好 尽管出血的风险低 但是没有达到它的效果 另外呢 在服用阿斯匹林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注意 就是说你要是长绒片 一定是在空腹的情况下来服用 我想这些呢 就是说对大家来讲 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些信息 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当我们在这个服用阿斯匹林 来预防心梗 脑梗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还会担心 是否有消化道出血的这种危险 为了预防这样的危险出现 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注这个事呢 我觉得提得非常好 非常棒 首先你要评估风险 如果风险特别大的话 这时候你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先把风险找出来 然后尽量地把这些风险 把它处理 规避掉 没有说血压要控制好 然后呢 如果有未尝道疾病的 这样的病史 比如说你可以把幽门罗杆菌 把它杀掉 用抗热素 然后呢 用PPI 有未尝道疾病病史的 无论是溃疡出血 还是黏膜的糜烂 这时候你加上PPI 这时候风险呢 就会降到和你没有疾病差不多 除了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出血 比如说我们卡血了 欧血了 还有黑便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原则上在用阿斯匹林的过程中呢 每三到六个月 你要做血常规 你看你血的素下面下降 同时也要看一下变迁血 变迁血它主要是看 消化道出血的一种检查的方法 那么观察到 如果出现了变迁血阳性 或者你发现血的素下降了 这时候你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有出血 或者是消化道 或者是其他的出血 这时候就及时要到医院来就诊 大家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看心内科加上消化科 所以这样既能够保障 阿斯匹林积极的一个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作用 又能够尽量地减少 消化道出血所带来的危险 这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了 是的 保证用药的效果 保证用药的安全 感谢观看